新冠病毒延烧近两年 想控制疫情靠群体免疫 但随着病毒不断变种 专家直言原本预估的六重免疫门槛 得再上修 目前是四到五是英国变种病毒株 那Delta就是印度变种病毒 大概是五到八 它的传播能力是更高 所以我们需要的标准 要往上再提升到八到九成的人口 以二零值推群体免疫 原始武汉病毒株门槛是65% 国内主流英国病毒株 至少得达75% 对抗Delta印度病毒株 就得超过80% 不止病毒变异 推升群体免疫门槛的 还有这些因之行为 三级警戒期间 直级游客脱口罩 吃东西或是群聚出游 由社交距离难维持 民众自主先解封 怕副作用 不少人排斥打疫苗 提高接种率 各国际诱因 美国推接种 抽百万美元乐透彩 南韩也寄出打疫苗 回国免隔离 打过疫苗以后 你去得到那个变异病毒的感染 就很少会有重症跟死亡 它就变成好像是 比较轻微的感冒一样 但想拉高群体免疫 单靠打疫苗 专家认为有难度 举例来说打两剂AZ保护力 打百分之七十 完成两剂接种 人口约百分之二来算 只有百分之一点四 距离群体免疫还有一大步 对抗病毒都变 除了疫苗接种不能断 也得配合戴口罩 勤洗手 督管齐下 才能阻断病毒传播 咱们希望您经历 我小庭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